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天生姊 慢慢平安 平安 我們今天來看《一心已盡》第幾章 第八章 大家還是有預席的 我們打開《一心已盡》第八章 第八章一共有十八節 我們還是一同來念一下 好 翻到以後 我嘗試我們用情音的方式 我念單數節 請慧眾一起來念雙數節 《一心已盡》第八章 《一心已盡》第八章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裡 那時他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前的寬闊處 請文師以色拉 將耶和華借摩西 傳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帶來 七月初七日 《一心已盡》第八章 《一心已盡》第八章 通過 油封 在舔山來從《丘治院》中 以色拉站在祂的右面 以色拉站在眾名以上 在眾名眼前展開著書 他一展開 眾名就都站起來 以色拉站在眾名以上 耶穌亞 巴尼 施利比 雅明 雅谷 沙比太 河迪亞 馬西亞 吉利塔 雅撒利亞 約撒拔 哈難 比萊亞和利未人 使百姓明白律法 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神長尼西米合作祭祀的文士以色拉 並教訓百姓的立位人對眾名說 今日是耶和華你們神的聖日 不要悲哀哭泣 這是因為眾名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 如果對他人說 你們其實是非美的 和淡淡的 有不能預備的 就分給他 因為今日是我們主的聖日 你們不要憂愁 你把一個華爾德的喜樂是你的力量 於是立位人使眾名靜默說 今日是聖日不要作生 也不要憂愁 眾名都去吃喝 也分別人 大大開了 因為他們明白 受教訓他們的華 此日 眾名的祖長 祭司和立位人 都聚集到文師以色拉那裡 要留心聽律法上的話 他們見律法上寫著 耶和華 見摩西 能律以色列人 都在其言之中 並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傳報告說 你們當上山 將橄欖樹也橄欖樹 翻石流樹 棕樹和各樣茂密的枝子 取來 造著所寫的大盆 於是來進出去 取了樹枝來 各人在枝子的皇帝上 或圓內 或神殿的圓內 或水門的庞國樹 或以大圓門的庞國樹大盆 從裸道之地歸回的全惠眾 就搭盆 住在盆裡 從嫩的兒子約束亞的時候 直到這日 以色列人沒有這樣行 於是眾人大大喜樂 從某一天 傳統一天 以色列人見神的圓馬術 終於首席七日 以大人照顧如天作為 好 那我們再一次立頭 我們在天上的阿爸附身 我們今天 好像昔日的 以色列人那樣 微距在台前 我們打開你的話語 我們要像昔日的 以色列人那樣 聽你的話語 求你向我們說話 求你把你自己的話 向我們揭開 我們要遵循你的吩咐去信 我們這樣的恳求 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命 阿們 當我們來看尼西米記 如果大家連續讀尼西米記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把尼西米第八章 第九章 和第十章抽掉 不用寫的話 似乎看起來更加流暢 有的時候我很喜歡散改聖經 把他東西都拿掉 拿掉 你們注意看 其實你看到第七章 第七章第四節 城市廣大 其中的名卻稀少 房屋還沒有建造 尼西米說了 當時 耶路撒冷的城牆已經建好了 可是城裡面沒有多少人住 房子也少 那緊跟著十一章說什麼 十一章一節 百姓的首領住在耶路撒冷 其餘的百姓勤迁 每十人中十一人來住在聖城耶路撒冷 那九人住在別的城邑 如果我們可以看 其實第七章第五節 開始一直到七章結束 主要是一個數點百姓人口 那我們就算是把它連在一起 第七章和第十一章放在一起的時候 思路連貫嗎 很連貫啊 前面沒有人 現在安排人進去 對嗎 問題解決了 耶路撒冷沒有人住 那麼我們現在就安排了人 會在我們十人中抽一個 就住在裡頭 然後百姓們就跟大家就人口 認定又添滿了 就解決了嘛 從 如果把八到十章拿走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困難 碰到的一個難處 很快就得到解決了 其實不需要記八章 九章 十章 落落縮縮的 可是恰恰 妙就妙在這三章的景點 很多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看問題的時候 我們只是看見問題 卻沒有看到問題的背後 產生問題的原因 所以我們就只會解決問題 而不是挖出問題的根源 耶路撒冷缺人 為什麼人不願意住在那裡 耶路撒冷在那裡面 沒有土地 沒有好的房子 住在那裡 很辛苦 人口也少 商業也不發達 而且還有很多的約束 這城門不停地關來關去的 我進出都不方便 所以 百姓們 不是那麼積極 雖然一努力的建城牆 來把城牆建起來 然後耶路撒冷裡頭有聖殿 聖殿有圍牆 然後有城牆 那多好 完成了 我們的宗教熱誠做完了 但是我要把我自己擺進去的話 那有點難處 啊 沒關係 有辦法解決 尼西敏 他是神長 是神長 他就要有權力 他可以用一些的策略 缺人嗎 可以啊 我們搞一個人口侵移政策 怎麼說 我提出一些優惠條件 耶路撒冷 你在耶路撒冷買房買地居住 不用交稅 你來耶路撒冷做生意 你住在耶路撒冷成了人做生意 不用交稅 有好處出來了嗎 怎麼樣 大家一定蜂擁而至嗎 有利益 有好處 一定會把人吸引過去的嗎 這不就解決了嗎 耶路撒冷就人丁信旺了嗎 那城市的那個熱鬧 那個復興就造起來了 想當年我們中國不就是這樣做的嗎 一個漁村深圳 給一些好的政策 給一些好的條件 怎麼樣 短短短二十年 一座城市 八地而起 岩路撒冷河南 但是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放在裡頭的時候 當我們進入去看的時候 實質上面外在的困難 那顯示的是內因 因子是屬靈上的問題 靈性的問題不解決 你表面的問題你改來改去 你解決了一個還會出來兩個 解決了兩個還會出來四個 搞不完的麻煩 實質上面靈性的問題 也帶出生命的問題 八九十這三章 是關乎眾民 在以斯拉和尼西尼 共同領導下的一個屬靈的復興 如果從第七章來看 磚和尼氣氣的城牆 城的保護有了 可是他不足夠提供將來的穩定 而這三章就清楚地顯示出來 只要有一群經歷神的救贖和更新 而且得著神的律法 他們這一群人 他們承認我們願意 我們真是全心地來依靠神 我們願意完全地委身去活出一個 幸而順福的生命 那麼耶路撒冷的城 這一個有城牆聯絡 有城門安設的這個城 才有真正的保障 而這一個城 這一個建好的外在的架構 才能夠發揮出真正的效用 所以從第八章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轉到了樹林的更新上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樹林的建造 那飢渴沐浴的生活 他們飢渴沐浴什麼 第八章的第一節就告訴 他們就在那裡 如同一人聚集 如同一人 這麼多的人 幾萬個人 竟然萬人一條心 如同一人聚集在這裡 他們聚集做什麼 他們說 即可尋求神 他們是來尋求神的 怎樣的尋求 首先是敬前專一的尋求真理 一到六節 在這裡他提到了一個日子 就是七月一日 這個七月是指著 猶太人的提斯利月 他用的是猶太人的立法 那七月一日是什麼意思 日子 那就是猶太立法的一年開始的第一天 也就是類似於我們中國人的農曆初一 那這是一年開始的這一天 這一天是什麼日子 猶太人定下來為摧角節 立位記二十三章二十四節這樣說 以小於以色列人說 七月初一 你要守為聖安息日 要吹角做紀念 當有聖會 明書記二十九章一節這樣說 七月初一日 你們當有聖會 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 是你們當守為吹角的日子 吹角 拿個號角在那裡嗚嗚嗚的吹 做什麼 號角是來表達招聚的意思 當號角吹響的時候 怎麼樣 人們就聚攏過來 聚攏過來做什麼 當有聖會 聖會 這個日子 我們看到 對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說 這個日子很特別 為什麼 因為經過 極艱苦的 膽戰心境 身疲力竭的 修造城牆 之後 終於可以大功告成了 緊跟著這個吹角日就來到了 所以這是 修完城牆後的第一個節日 是一個快樂的日子 也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或許可以驗著這個日子 來獻城裡吧 把城牆獻出來 獻給上帝 是的 這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也是以色列人歡聚的日子 是慶賀他們成功的日子 但是在這一個日子 首先要做的是什麼 當有聖會 而以色列人在這裡特別的形容 當號召追起的時候 民眾們帶著一個墓地 從四面八方 巨向水門的寬闊處 他們如同一人 他們湧過來 他們聚集過來 他們為什麼 要做什麼事 聖會 如何舉行這個聖會 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聖會 會特別有一個主要的內容 那就是宣讀律法書 民眾們就是要來聽律法書的 律法書指的是什麼 從當時來說 這個律法書指的就是 創世紀 出埃及紀 立位紀 民術紀 與生命紀 我們稱之為摩西五經 而這五卷書 是神頒布給選民的律例典章 是神給他選民的畫 祭司 祭司也是文士 他站在高台之上 他要向著所有神的百姓 宣讀這律法書 注意看到當時的那一個場景 有一個高台 類似我們這樣的講台 當以色拉站上去 把律法書展開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 他們在律法書的面前 表達出了一個極為恭敬的態度 當以色拉開一口 穿送神的時候 所有的人就低頭面浮於地 敬拜耶和華 他們看到那個律法書 就好像看到神 因為他們明白 律法書就是神的話 他們面對律法書 就是面對神自己 他們也很清楚的明白了 神的話就是他們神明的供應 神的話就是他們的方向 他們的道路 十篇一百十九篇一百零五節說 你的畫是我教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我們看到這些百姓們 對神的律法表現出 這樣的一個恭敬喜悅的態度的時候 弟兄姐妹們 當你打開你自己手中的這個神經的時候 當你今天早晨出門 要來到教會敬拜的時候 你的心朝向哪裡 你對於這一本神的話語 是存著一個怎樣的態度 你可明白 在你手上的這本神經 在你手上的這本神經 是何等的來之不易 我們知道 這本神經從創世紀到奇事錄 經過四十多個作者 幾千年的過渡歷史 這些我們都不說了 你們可知道 歷史來多少人想要毀掉這本神經 歷史來多少人想要讀這本神經 拉丁文的 而且整個的教堂裡頭只能有一本 並用鐵鏈鎖著 受過拉丁文教育的 只有貴族還有僧侶 一般的百姓沒有資格讀拉丁文 所以他們根本看不懂聖經 怎麼辦 只有聽神父聽僧侶 他們來解釋來講 他怎麼講就怎麼聽 百姓們 神道那些信徒們 根本都沒有機會了解到聖經的內容 當隨著改教運動興起之後 有一批的人 他們是一批進錢的學者 他們願意付代價 他們要把聖經翻譯成 百姓信徒們能夠懂的語言 把它翻譯成德文 把它翻譯成英語 把它翻譯成當時普通百姓 民眾實用的語言 可是因著翻譯聖經 多少人被抓起來 被放在火星柱上 出名的有丁道爾 在波羅多有一個神學院 叫丁道爾神學院 就是紀念他的 他為了翻譯 把聖經翻譯成英語 躲著羅馬教廷追上 最後終於被他們抓到 被綁在火星柱上燒掉 活活燒死 當我們今天 我們能夠打開這一本聖經 無論你是讀英語 無論你是讀中文 你可曉得有多少的人 付了多少的代價 使他成為我們能夠明白的語言 還有 其實 就在我年幼的時候 我都有一點點的體驗 那個時候我記得文革 剛剛過去 中國的文革 那我的家裡面 有一本厚厚的 用黑布蒙的大聖經 大字聖經 還是繁體書版的 那是我母親的聖經 當年抄家的時候 他把這個聖經藏在米缸裡 竟然沒被操走 所以用一本聖經 文革結束之後 許多信徒們開始用作動 我就記得有一個弟兄 到我家裡來 借這本聖經 我那個時候正好假期 我不太懂 反正看來很遠 他坐車要兩個多小時到我家裡來 跟我母親借 我母親不捨得借給他 不肯借 他從早晨一直抹到晚上 最後感應他借兩個星期 他高興的不得了 抱著這一本聖經 用布包好踹到懷裡 回去了 這兩個星期到了 他真的按手信用來還聖經 我媽媽看到他 很驚訝 哇 你這個人怎麼變得行了 瘦了一大圈 兩個眼睛紅紅的突然血絲 怎麼回事 他說 太好了 太寶貴了 日也讀 夜也讀 讀不夠啊 我拼命的抄啊 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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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得廢勤忘食 然後我就看到 啊 這一本聖經 有這一個人 我這樣地看聖經 在那個時候 國內沒有印聖經 甚至還把它做為禁書 可是有很多的 宣導人你們因為抄家 很多聖經當初文革都被燒掉 都沒有聖經啊 這個消息傳到海外 很多海外的弟兄姐妹 包括了無論是西人還是華人 聽說中國的基督徒沒有聖經 他們就拼命的奉獻 然後買聖經 買中文的聖經 在香港 弄不進來怎麼辦 有一些弟兄姐妹 就開始冒險 前幾天 我去看望有一個姐妹 她也是一位傳道人 回憶起當年 她會國內送聖經的 那個時候她工作 她就是去送聖經 穿她那個衣服啊 這個就是裡面塞滿了聖經 人都穿那個 要穿很厚 她穿很厚的衣服 然後裡面塞滿聖經一圈圈的 然後古怪 然後到了那裡 找一個地方把它拿出來方向 然後再回去再運聖經 拿來之後 還有人被健康手提的送過去 一本一本的聖經 送到信徒的手上 我就記得那個時候 有時候有人送來了一些聖經 然後我們邀請一些地區的弟兄姐妹 來拿聖經的時候 其實也就幾十本聖經 哇他們來了六七個人 也好像因為他們害怕帶回去 自己分不到 每一個人首先搶一本聖經 我就記得那一個場面 有些農村的抱著聖經就哭 太久沒有讀到神的話語了 太久沒有聽到神的話語了 他裡頭干渴 他知道神的話是他的供應 到我們今天 這樣大的恩典 聖經 畢竟 人手一本 書的 有書版的 有橫版的 還有注釋版的 有電子的 有這個上網可以的 手機裡的 隨隨便便 隨時你都可以看到聖經 可是 弟兄姐妹們 聖經就在你的手邊 神的話就在你的手邊 你像他存的是怎樣的心 當伊斯拉打開律法書的時候 打開神的話語的時候 所有的百姓們站了起來 他們在神的面前 低頭伏伏 他知道神的話代表神自己 他們知道神的話 是他們生命的供應 也是他們行路的亮光 伊斯拉讀聖經 讀神的話語 那一個時刻 眾人怎麼樣 側耳耳聽 在第二節第三節 七節八節十二節 帶出一個清晰的信息 就是他們清楚明白的 領受稱禮啊 李斯拉在念 在他身邊有一班人 他們是立位人 他們在做什麼 使百姓明白律法 使百姓明白律法 是的 那些人隔下來了 相隔近千年 有一些的內容 他們聽不明白了 不太了解了 這個時候 這些立位人 這些讀神話語的人 就把神的話語解開 讓他們能夠明白 當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一同來聽到的時候 其實在講台上的人 一個責任 就是把神的話語解開 讓我們今天時代的人 知道古時候神說的話 對我們今天也在說話 沒有改變 大一個時候 百姓們聽到 他們對律法術的解釋的時候 百姓們都哭了 流淚了 為什麼他們哭 因為他們發洩 原來他們受苦造罪 是因為不聽神的話 剛才我們唱的詩歌 就是阿摩斯書八章十一節 人飢餓非因無比 人干渴非因無水 那是因為不聽神的話 我們對神的話 有多少尊重 我們讓神的話 有多少來影響我們的生命 同樣對講台上的服侍的人 也是一個多麼重的提醒 記得我有一次去看過 有一個傳道人 一位姐妹 他是曾經是假育民老牧師的學生 如果你們可能不一定知道這個人 他是曾經是早期四五十年代的時候 中國教會有一個非常受人尊敬的老傳 他老牧師還是神學家 他非常的愛主 但是當他受完神學裝備之後 然後就立刻因為這個信仰道路的問題 就被被捕了 然後就被弄到青海勞改 勞改幾十年 幾十年在那裡 一生就這樣走過了 那後來到他晚年的時候 有些弟兄姐妹把他接出來 接到上海 能夠方便照顧 有一次我去看他 他就跟我交通 那一天他就給我打開 提摩泰後書二章十五節 他說你當節力在神面前蒙喜悅 做無愧的工人 然後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 他特別注重在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 他說這一個分解是指著切割 怎麼切割 就好像切割鑽石那樣 那是原文的意思 他花很多功夫 當環境稍微自由一點的時候 他可以跟海外通信 因為他的父母父親 還有他的妹妹都在海外 那個時候他們通信的時候 就想要把它接出去 他說不要 神給我的這一份就在這裡 後來他們說你需要一些什麼 幫你別的都不要 他要一本希伯來文的舊約 和一本希臘文的新約 我們知道新約是用希臘文寫的 舊約是希臘文寫的 只要這兩個去 他當時在講的時候 你要切割 好像切割鑽石一樣 你要準準的 不能偏左不能偏右 要切割得清楚 當你切下來的時候 把神的話語解開的時候 神的話語就帶著能力了 弟兄姐妹們 我們看到當初以斯拉 在帶領眾民們讀律法書的時候 他有解釋 他在切割 神的百姓們 聽到神的話的時候就流淚了 他們知道他們今天出在什麼 問題出在哪裡了 今天 教會 教會的講台 首要的任務就是 讓弟兄姐妹們 在神的話語上 得著系統的造就 神話語出來 就帶著能力 神話語出來 神的兒女們 就在靈裡面得著長進 我們不僅是要把神的話 告訴別人 讀給別人 而要讓神的話語 讀出來的時候 使人的心裡 靈裡 都得著造就 有一位牧師 講了這樣一個見證 很有意思 他說 有一次 有個教會 有個牧師 請了一個 傑出的 演藝界的明星 來誦讀 詩篇二十三篇 詩篇二十三篇 道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哇 他讀得非常的 入情 清晰的口齒 美好的聲調 使在座的信徒們 不停的鼓掌 他讀完以後 這位牧師 又請了一位 年紀老邁的 但是他有很深的 屬靈經歷的牧者 來讀詩篇二十三篇 當這位牧者 當他讀完以後 所有的會眾 鸦雀無神 但他卻看到 每一個人低下頭來 淚水在他們的臉頰上 流下來 每一個人都受到感動 當神的話語 跟你的生命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讀出來的力量都不同了 他們清楚的領受了真理 他們就哭了 這個時候 伊斯拉 比西米 就告訴他們 不要哭 我們知道 你們被神的話語光照 你們看見自己的失敗 自己的罪過 難過 憂傷 但是你要看見 這個憂傷的背後 是神的一致 是神的祝福 是的 當人在神的面前 承認自己的過犯的時候 神的寬恕 神的安慰 神的一致 也必然領導 所以 你告訴他們 不要哭泣了 因為 神今天是施恩的日子 你們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 又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 讓我們在這一個生日的時候 在耶和華面前喜樂 我們靠什麼 在神面前得著喜樂呢 而這不是自己 聽一個笑話 講一個好聽的故事 然後就在那裡 還可以笑一下傻樂一番 不 我們的喜樂 是因為由罪得盟赦免而有的喜樂 我們的喜樂是因為在苦難中 我們成長了 我們的喜樂 不是因為工作的成功 而是因為遵行了神的旨意 我們的喜樂是不受環境支配的 我們實在的曉得 神把他這一切的豐富都給了我們 連他最愛的兒子 耶穌基督都沒有留下來 我們的喜樂是因著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即可在自在自清的 在這些苦楚裡頭也是自在自清的 因為將要為我們成就 所以保羅說 在患難中要忍耐 在指望中要喜樂 這一個喜樂是因為在基督裡的緣故 因著神的話語成為我們的供應緣故 因為神使我們得著滿足 喜樂是聖靈的果子 在仁愛與和平之間 喜樂的果子 加給我們 所以當這一個喜樂的時候 眾民們一同起來 一同慶賀 為這是他們得著神的供應 緊跟著他們看到什麼 當他們打開律法書的時候 看見有一個內容 助盆節 當他們看到的時候 就提出要求 我們要去實行 在這裡注意 你心裡特別的提到一點 從嫩的兒子約束亚的時候 直到這日 以色列人沒有這樣行 助盆節是什麼時候設立的 是當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以後 神吩咐約束亚設立著助盆節 紀念他們當年在旷野困苦流浪的日子 在流浪的日子 神仍然看顧他們 當我們今天有地可跟 有家可住 有屋子可住 有產業可以享用的時候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過去在苦痛之中流浪的樣子 可惜 以色列人多少年來都忘記了 忘記 表達的是不懂得感恩 今天我們不要做一個不感恩的人 當今天以色列人看到這個真理神的吩咐提醒他們 他們要感恩的時候 他們明白過來 立刻就要遵正實行 我們不要忘記 弟兄姐妹們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的過去 要常常記得我們過去是怎樣的 彼得前書二章十節 你們從前算過的子民 現在卻做了神的子民 從前未曾蒙連續 現在卻蒙了連續 所以今天我們是被檢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節的活度 是屬神的子民 不忘記過去的人 就會珍惜現在 以色列人過祝文節 是提醒他們過去的日子是怎樣 要珍惜現在在神的恩典中度日 是何等的美好 弟兄姐妹們 我們珍惜我們現在祭司的身份 我們看見我們今天是在聖節 國度裡的聖靈的身份嗎 這一次的宋讀 當尼西尼以斯拉 在這個崔角節招聚百姓的時候 整個的百姓 蓋起了一個大的福星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願這樣的福星 也臨到我們靈感路的教會 讓我們看重神的話語 讓我們尊重神的話語 讓我們活出實行神的話語 祂必成為你的供應 安慰 抑制 也指引你的道路 讓我們提到祷告 祂必成為你的供應 祂必成為你的供應 安慰 抑制 也指引你的道路 讓我們提到祷告 過去多少的時候 我們不用心在你的話語上面 以至於我們成了那迷糊的百姓 要被你責打 主啊 當我們今天打開你的話語的時候 願意再一次的提醒我們 求你的話語來竭盡我們 医治我們 也改變我們 讓我們的生命 重新活出基督的樣子 使我們能夠結果百倍 祈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们